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小谷剑开的封印 没错 我的图怎么解的 我已经找到炼池解药的方子 花千古找到我 让我帮他救你 我匆匆赶到这里 才解了你身上的毒 他为什么要盗取神器 使得洪荒之力重现呢 他多年前奉沙千末之命 混入你门下 就是为了找寻机会 夺取神器 一派胡言 我收小谷回长流的时候 怎么会不知道他的背景 他和沙千末 是之后才及时的 原来你知道 我当然知道 但他们二人之后的文化 你都知道吧 沙千末很喜欢他 这个你也应该知道吧 够了 小谷现在在哪里 小谷现在在哪里 他人呢 他把你罚他 躲起来 这里很危险 你赶紧离开吧 谢谢 我 子华 我对你二爷 连你长流门下随便一个弟子都不辱吗 对他们 你还有一丝的责任 而我呢 却只是你的负累而已 你知不知道 看似心怀众生的你 才是九天之下最无情的人 或许只有关于花前谷的事 你才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情绪 他若知道自己在你心底的这一点不痛 却是死也没努力 不 granny 别 别 一 有 一 有 八 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你是谁 莫非 这就是洪荒之灵 怎么会是一个千千公子的样子 什么呀 什么呀 卫非 中共 falls 卫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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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 是遵守 是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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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下 师兄 师爹 你 你的毒已经解除了 并无大碍 这封印虽然解除了 打开了虚洞所需要的秘境 可是 这虚洞承载了巨大的力量 需要七天七夜 才能够形成洪荒之力 我会将这未形成的洪荒之力 彻底摧毁 白子化 现在洪荒之力已经重现于世了 即便是你 也休想阻止 圣君 花仙谷既然已经进了虚洞 现在必须要阻止白子化 不过 以他的修为 毕竟会破坏 尚未完成的洪荒之力 到那个时候 你却会功亏一篑的 我自有分寸 尊上 各位 我来迟了 千古现在在哪儿 哼 那个小丫头 在虚洞里 虚洞 是不是医生 我们得抓紧时间 白子化 好你个薄秦寡义之人 今天只要有我在 你就别想伤害小不点 众弟子听令 在 助圣君夺取洪荒之力 是 住手 李星云 在 率领蜀兵 保卫虚洞 是 陛下 你这是为何 难不成你这次来 也是为了助洪荒之力 重现的吗 要知道 若是让七沙殿 夺得洪荒之力 那首当其中受害的 便是一世无果 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现在只知道 欠古他很危险 尊上 你真的要如此绝情吗 破坏虚洞 是实在必行 再说了 这洪荒之力 是他引起的 他死一千次 死一万次 都死不足惜 你敢 你敢 好 姐姐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你在等我 对啊 我等你好久了 这虚洞中 暗无天日 我一直在等 一个可以给我 带来光明的人 你知道吗 我已经 在这虚洞中 度过了好多年 这里暗无天日 什么都没有 只有漫长的黑夜 漫长的 有些可怕 怎么 你也像他们一样 都希望我死 不愿意和我做朋友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们都不要我 你是谁 我没有亲人 也没有朋友 更没有人告诉我我是谁 所以我不知道自己叫什么 但是我相信 总有一天会有那么一个人 来 到这里找我 将这里点亮 告诉我 我是谁 这虚洞没有编辑 而他 又是唯一的活物 看来洪荒之力 便附着在他的身上 谁都没有想到 原来洪荒之力 竟然是靠一个普通人承载的 如果他知道自己 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会不会心生邪念呢 姐姐 你做我的朋友好不好 我已经孤独了许多年 我不想再孤独下去了 黑夜 你 太漫长了 他与我情这般相伏 若不是我遇到墨大哥 也就是师父 我是不是跟他一样 一直在过漫长的黑夜 没有亲人 也没有朋友 姐姐 你就做我的朋友好不好 只要你答应做我的朋友 我什么都听你的 我只求 不要让我一个人这么孤独 就算他身负巨大的洪荒之力又如何 只要有人好好引导 一定可以将这种力量 用到善处 只要他一心向善 造福大家也说不定啊 又怎能在一切尚未定数之前 就先入围主的 判了一个人的死刑呢 判了一个人的死刑呢 好 我答应你做你的朋友 从今往后 我会像姐姐一样细心教导你 教你便是非 明善恶 通天理 但是 你若敢心存半分邪念 我也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 好 好 姐姐 只要你答应做我的朋友 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你说什么我都做 这里地处天南 天上只有一弯弦月 那你就以南为姓 弦月为名吧 南弦月 好听 好听 姐姐 我有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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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还是你对我好 那姐姐以后就叫你小月吧 嗯 小月 对 嘿嘿嘿 我的办法就是要看殿下 尊上还有各掌门的态度 只要圣君不争洪荒之力 救出千古就是我们共同的目的 据我所知 那就是七日之后的月圆之夜 只要在七日后 我们集各界的力量 定能在千古进去的地方 再打开一个缝隙 到时到时就可以进入虚洞 亲自把小不点救出来 嗯 这样一来 可以将未恢复的洪荒之力 彻底摧毁 也可以断了千百年来 大家想要争夺的念想 尊上英明 你早就知道此事 并且做好准备 所以你不担心洪荒之力的恢复 并且怂恿小谷去盗偷神器 我不明白尊上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易秀君 我早就警告过你 若你做出一违天道的事情 我绝对不会饶你 易秀君 大学士 你到底是谁啊 陛下 容我以后向你解释 今日已救千古为重 圣君 好不容易等到洪荒之力 重现的这一天 只要可以救出小不点 我不在乎和长流 以及各派联合 只要有办法能救出千古 又能避免洪荒之力重现 危害四方的话 那自然最好不过了 只要能够出去妖神 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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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样了 姐姐 小月 我 好冷 怎么会冷呢 骨头 东方 你要做什么 你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我没有受伤 你怎么进来的 我是为了救你进来的 外面的人已经为了争夺洪荒之力而乱起来了 赶快跟我走 我不跟你解释了 等你师父进来就来不及了 不行 我不能走 我不能丢下小月一个人 小月 她是谁啊 别害怕 其实 她就是身负洪荒之力之人 原来她已经负责一个人的身上 我想这是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吧 是啊 那你打算如何处置她 洪荒之力本身并无好坏之分 关键是看在谁身上 又做什么 小月单纯无邪 所以我想保护她 带她出去引她向善 万万不可 如果你现在放着小月 在所有人面前 你就是罪人 而且现在外面的人 因为洪荒之力而大乱 你现在带她出去 他们会把所有的错 都怪在你一个人身上 所以 今天她必须要死 不行 小月是无辜的 虽然她身负洪荒之力 可是她 她并没有做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情 为什么要把她 视作邪恶的力量呢 总之 即便让我承担 所有的罪与罚 我都要保护小月 骨头 你能这么想跟我这么解释 我自然会明白你的用意 可外面的人 不一定听你解释啊 因为在他们的脑海里 已经根深蒂固了 洪荒之力是邪恶的 会危害他们性命的 你不要再说了 东方 我知道的 但是 我断然不会为了自保 而牺牲小月 我出去之后 自会向大家解释清楚 至少 我相信 师父他是可以理解我的 姐姐 我怕 我怕 别怕 又姐姐在哪 别怕 没事的 小月 不要怕 别怕 东方 你要干什么 不许伤害小月 骨头 为了你 我今天一定要杀了她 否则你会被你师父 和其他各拜惩罚的 我出去告诉师父 师父他一定也会同意 我这么做的 骨头 你真是太天真了 我不杀她 他们就要杀你呀 不行 我不准任何人伤害她 要杀 你就杀我吧 小谷 师父 姐姐 我们快跑 快跑啊 师父 小谷 你 姐姐 他们为什么要杀我 他们 小月别怕 他们不想杀你 他们只是 只是恐惧而已 别怕 骨头 姐姐 别过来 你放心 我可以不杀她 小月你放心 姐姐 骨头 好 对不起 为了你免得受烦 我只有这么做了 你叫小月 骨头对你好 你是清楚的 今天我为了保护她 要么你交出洪荒之力来 要么 杀了你 好 姐姐 我现在就把我身体的力量传给你 他要杀我 他是坏人 你交过我 我身体力量可以做好事 帮助许多许多的人 那你就用我这力量 去帮助你想帮助的人 造福苍生吧 骨头 我早就警告过你 若你做出有为天理 扰乱天下的事情 我一样不会姑息 你何曾姑息过 二十年前 你们杀我父亲的时候 何曾手软过 这二十年来 我煞费心机就是要你身败名裂 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我通晓阴阳 既管算监 却是输给了我自己 对于她 我还是下不了狠心 所以白子华 我没有说给你 至少我比你多了一丝人性 二十年前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若是发生在现在 我一样不会手软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好一个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让我来告诉你 什么是错 洪荒之地重现 我何曾抢过一个神器 每一件神器都是花千谷讲的 都是拜花千谷所赐 都是被你逼的 所以白子华 都是你犯的错 洪荒之地已经在花千谷体内 现在你可以杀了它 让洪荒之地彻底毁灭 当然你也可以将洪荒之地 占为其有 这样你将成为世间最强的人 没有人再敢阻止你做任何事 走 立刻离开这里 别再让我看到 你出现在肖谷身边 哼 借谷怎么样 借谷呢 东方玉卿怎么会掀出来 师兄呢 师尊 如此僵持下去 为了大家的安全 是不是 你别说了 此话还没有出来之前 我们绝对不能撤 那个沙千谷也还没有出来 我们必须守护虚洞 以防不测 好 虚洞就要塌了 圣君还没有出来 你带人看着他们 我去找圣君 你 华千谷 你若是敢出来 我就将你四十万段 师父 我去找圣君 我去找圣君 好 我去找圣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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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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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姐姐 你醒了 姐姐 师父 姐姐 不要再打了 师父 这徐栋就要坍塌了 我现在跟你回去 不要再打了 各位 承载洪荒之利的人 我已经抓到了 至于花千古 她到头神器 使得洪荒之利重现 我会将她带回长流受审 给天下一个交代 没想到啊 原来这洪荒之利 全都负在一个人身上 姐姐 快看 他们回来了 放开他们 不然 否则你们今天一个都别闪火 姐姐 我求求你 不要再为我伤进无辜了 小布点 今天你若被他们带走 便再无生还之机 况且 今天就算不是为了你 为了洪荒之利 我也要与白子花做个了断 好生狂妄 岂如你在这儿放肆 众派弟子听令 是 千万不能让七杀夺取洪荒之利 是 姐姐 师父 我求求你们 你们停下来吧 是我的错 不要再打了 沙浅墨 沙浅墨 你已受了伤 今日你不是我的对手 我粘在你救我脱困的份上 你不要再逼我 少废话 你今天若是不把小布点 和洪荒之利给我留下 那就把你的命给我留下 我好心留你不得 你要是再冥完不灵的话 我让你命丧当场 白子花 姐姐 姐姐 沙姐姐 不要再为我做无畏的牺牲了 我跟他们回去就是 小布点 你要知道 你这么一去 便是把自己往死里送 我知道 可是师父说了 错了 就是错了 圣君 你就放花千古走 只要我们夺得洪荒之利 照样可以救花千古 山春秋 你想治姐姐与布衣到什么时候 你口口声声说 要帮沙姐姐夺取洪荒之利 壮大七沙殿 一统各派 这究竟 是你的意思 还是沙姐姐的意思 自然 是圣君的意思 沙姐姐 你看到各派大乱 拼得你死我活 这真的是你所愿吗 你那么爱刘夏 当年 若不是因为你的一念执着 刘夏又怎么会死 姐姐 你跟我说过 你并不喜欢杀戮 可若你今天 夺取了洪荒之利 这杀戮 就永远不会再停止 姐姐 这真的是你想看到的吗 是刘夏想看到的吗 臭丫头 休想蛊惑圣君的心智 姐姐 姐姐 圣君 小布蝶 姐姐当年在刘夏那里 已经有了遗憾 今天 我不想在你这里 再有任何的遗憾 姐姐 白子华 你虽然是小布蝶的师父 可你却没有他强 我告诉你 我今天愿意放弃洪荒之利 并不代表我怕你 而是我想成全小布蝶 姐姐 如果让我知道 你敢欺负他的话 我定跟你拼个泥死我活 姐姐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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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尚 尊尚 陛下无需再言 人有王法 长流有门规 三尊会审之后 我会用长流的门规来处置他 尊尚 就算千古犯了弥天大错 但他一定有他的道理 既然洪荒之力以为阻止 还请尊尚网开一命啊 陛下 你们世俗有你们世俗的规矩 各派的事情不用你插手 尊尚留步 尊尚 千古他是我们蜀山的掌门啊 他是我的徒弟 我也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云尹 召开好门中之事 我把蜀山交给你了 掌门 你要答应我 无论日后发生什么事情 都是我心甘情愿 蜀山中人不得巡视 是 骨头 不要恨我 我素素的一切 深不由其 你等着 我会用我的办法 解决好这一切的 我能不能把你 Pedro 去安静啊 准备好 那些人都在走 你能够寂寞 有没有人 有什么 protease 皇上 皇上 情况如何 长荣山五里之内 已被结界封住 我们的人寸步难行 看来尊上这次 是断不会善罢甘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你 二学生 圆界帝王的身份参见 花前谷并非大奸大鳄之人 还望三尊开恩哪 师父 下去吧 陛下 你虽然是九五之尊 但是花千谷一事 乃是我长留之事 你虽然是人家的皇帝 但还是不方便插手 请回吧 尊少 花千谷的为人 我想您再轻止不过了 我一定会找到证据 证明倪千丈非花千谷所杀 至于偷神器 千谷 他一定有他的苦衷 也或许他是被沙千谷所利用的 你凭什么言之凿凿 说他有不得已的苦衷 莫非你跟他是同伙不成 够了 我说过 花千谷之事 我会亲自处理 会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其他的 你们都无需多言 好 尊少 你若执意如此的话 我也定会护千谷到底 倘若花千谷有任何闪失的话 我据整个蜀国之力 也定会为花千谷讨回一个公道 岂有此理 师父 把他带走 我有话单独要跟小姑说 姐姐 姐姐 小月 乖 姐姐跟师父说几句话 说完之后我去接你 姐姐 走吧 乖 听话 走吧 师父 小姑深知罪孽深重 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还请师父责罚 为什么盗取神器 小姑奉圣君之命 不得不从 小姑愧对师父多年的恩情 还请师父原谅 所有错误 小姑一力承担 这就师父责任 可以放过小月 事到如今 你还不肯说实话 你以为你一个人 可以承担这一切吗 师父 我求求你 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跟小月没有关系 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求师父 你救救小月吧 放了她吧 明天你就要受审了 你还有什么话 我 要对师父说 没有 师父 师父 用你的手 借我的锁 跌入这温柔漩涡 千丈风波 万般蹉跎 经意都不曾变过 一时千般 低念成火 还执意一错再错 一生之间 一生四生 分碎成梦 爱上你爱上了错 我 是没有你死了魂魄 可笑命令捉弄 来世今生无处造作 不是不可说 是我不敢说 一不一微笑 一不一伤心 一不一切 能化作飞蛾扑火 因为爱上你 我才成了我 供你承诺 海胸你爱上了错 失了你失了魂魄 割下命运捉弄 来世今生无处逃脱 不是不可说 是我不能说 相拥之承诺 别怪我懦弱 请不容你我 舍我护你而活 因为爱上你 我才成了我 供你承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